设林乡同门村三刀老街 遇到风灾来临的时候 土石流就会冲到路面 造成交通上的不便 同时也危及到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许正位前年也就特别前往了县场会刊 由县政府团队来进行 施作完成的护墙工程 同门村长叶清贤是相当的感谢 也让居住在三刀老刀的村民都能安全无虞 这是三刀老街围的道路 每当遇到豪雨或是台风的时候 土石流就会冲到路面 影响到交通和居住的安全 其他许正位也在前年前往现场会刊 也指示建设处来施作 改善这里的居住环境 那么长期我们这一道路 这个有人住的地方 这个坐在护墙 护墙又是叫护墙了 护栏 这个因为我们长期 过去我们所希望 政府能够做到的 结果也好像是前年 前年之后 刚好现场来会刊 刚才是我们乡公所 我们玫瑰乡长 以及我们过去的一些民意代表 村长来这边会刊 这个我们县长特别的亲自来到这里 来关切 所以看了之后 他就觉得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 我也厂长在这里 我也住这边 因为石头 小石头 大石头都会掉落 所以非常影响到 威胁到我们这边的交通问题 有车子经过的时候 真的很危险 有的游客在这里也被砸坏 有的汽车也是一样 砸到 所以我们争取了 像县长那边 我们乡公所乡长 乡长也特别的关心 所以我们一同来争取 这样的一个预算 最后在今年 好像去年的11月开始动了 开始动了以后 今年的差不多三月完工了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县长 现在我们比较安全 我们车子也可以在旁边 可以在那边停车 临时停车了 所以这一次 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县政府的 我们的县长 来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 得正 来帮助我们地方的一个 危险地区的一个 来保护 保护 真的谢谢了 我们在这里 我同门村长 特别感谢我们乡长 以及我们县长 谢谢你们 同门村长一千千表示 沙灵老街是全花莲县 制作手工刀的地方 祖先在100多年前 就在这里深耕发展 这是透过县长 许生会的协助 当前的游客 可以安全无疑地 来这里购买 这里三刀 对地方来说 也是带动地方经济的产值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